电视剧《人世间》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 这部58集的年代剧主要取景地在吉林 开篇就以上山下乡为起点 用细腻的镜头描摹出周炳坤一家五口在车站 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 父亲周志刚去重庆参加大三线建设 长子周炳毅享用国家号召成为第一批下乡之亲 人潮汹涌的车站 廉长拥有的气氛 与旧的绿皮火车 带着家人的眷恋 两人各自踏上征程 其中冒着白色蒸汽的机车车头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在吉林省大安市有着这样一个园林式蒸汽机车陈列馆 它占地面积两万一千平方米 存放着各种型号的蒸汽机车多达一百台 这里是世界规模最大 机车台数最多 保存最完好的蒸汽机车专业园林式展馆 这一台台蒸汽机车 曾经为经济发展立下了护选公区 记载着中国铁路的发展故事 如今中国已经入口 高铁时代 中车常客领跑中国速度 一列列驶向海外的动车 也不断踏辆阵仗 国家人片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